呦 陈宇 你怎么来了 余大夫 听说你 卸掉到净都大队了啊 恭喜恭喜啊 谢谢啊 我今天来 见我享受的一个邻居 叫吴振风 这些 帮我打到他生活卡上 享受邻居 吴振风 我之前还说呢啊 就他那个量 依照治安处罚条例 拘留个十天半个月就行了 干嘛送过我们这儿来 检测都出来了 第一次吸食马骨 量很小 社区就能解了 马骨 对啊 马骨啊 你们抓的你不知道 你确定吗 你看看 检测单都出来了 你自己看 你不是进度专业的吗 你别说啊 你这邻居还真不简单 你还给他送什么钱啊 刚进来就申请换了房间 找错亲死钱的紫皮袋 风哥 我这个右眼皮呀 跳得厉害 你到底能不能行啊 我错了 我错了 都听你的 我帮你去找鼠哥的全场 但是咱们怎么出去啊 你呢 报告权谷 我要进所长 我有情况要汇报 老公姐 告诉你们刘队 尸检报告哪有这么快啊 明天再来去 不是 我不是因为那个事 我想问问那个 吴振峰的血检报告 他到底吸什么毒啊 大黄胶囊 你确定吗 你们不是也在他的租房里面 发现了大黄胶囊吗 那个 血检报告 你们给我看看吗 报告我都给你们留队了 你找留队要去吧 行 那 姐 你忙 回神远 吴振峰上班 说自己没醒 正在要求重新检验 什么时候的事 就在刚刚 有队已经赶过去了 说是邻居也要过去 安然 你帮我查一下 吴振峰在戒毒所都跟谁接触了 我现在去找你们 好 我现在去找你 吴振峰 今天下午突然打报告 说他没有吸毒 是我们搞错了 我们理科引起了重视 向所里的医疗部门 进行的核实 他进行的尿解确实打掉 为什么会弄错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马上对他头发行情检测 那这封报告 说明吴振峰 至少半年之内没有吸过毒 刘队呢 我来没 没呢 发检尿检都没问题 基本可以缺人没吸毒 我去过冷房那儿了 说缺检报告在刘队那儿 态度很坚决 确定吴振峰吸毒 你怎么看 检测上的问题 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 县局 戒毒所 一开始都查错了 这太巧了吧 而且吴振峰能进戒毒所 肯定有人帮你 他为什么不帮他进戒毒所 他是去找人 那你觉得是谁帮了他 或者说 谁能帮他进戒毒所 我们人 现在知道我们 为什么不让你汇报 赵黄林的消息了吧 你怎么回事 陈云 你怎么来了 余大夫 听说你 窃掉到净都大队了啊 恭喜恭喜啊 谢谢啊 我今天来 见我享受的一个邻居 叫吴振峰 这些 帮我打到他生活卡上 享受邻居 吴振峰 我之前还说呢啊 就他那个量 依照治安处罚条例 拘留个十天半个月就行了 干嘛送过我们这儿来 检测都出来了 第一次吸食马谷 量很小 社区就能解了 马 对啊 马谷啊 你们抓的你不知道啊 你确定吗 你看看 检测单都出来了 你自己看 你不是进度专业的吗 你别说啊 你这邻居还真不简单 你还给他送什么钱啊 你还给他送什么钱啊 刚进来就神情换了房间 赵索亲子前的子皮大 风哥 我这右眼皮呀 跳得厉害 你到底能不能行啊 我错了 我错了 都听你的 我帮你去找鼠哥的拳场 但是咱们怎么出去啊 报告战口 我要进所长 我有情况要汇报 老公姐 告诉你们刘队 尸检报告哪有这么快啊 明天再来去 不是 我不是因为那个事 我想问问那个 吴振峰的血检报告 他到底吸什么毒啊 大黄胶囊 你确定吗 你们不是也在他的租房里面 发现了大黄胶囊吗 那个 血检报告 你们给我看看吗 报告我都给你们刘队了 你找刘队要去吧 行 那 姐 你忙 回神远 吴振峰上工 说自己没醒 正在要求重新检验 什么时候的事 就在刚刚 刘队已经赶回去了 说是邻居也要过去 安然 你帮我查一下 吴振峰在戒毒所 都跟谁接触了 我现在去找你们 好 吴振峰 今天下午突然打报告 说他没有吸毒 是我们搞错了 我们理科引起了重视 向所里的医疗部门 进行了核实 他今天的尿解确实打掉 是 会不会弄错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马上 对他头发进行了检测 那这封报告 说明吴振峰 至少半年之内 没有吸过毒 刘队呢 我来没 没呢 发检尿检都没问题 基本可以缺人没吸毒 我去过冷房那儿了 说缺检报告在刘队呢 态度很坚决 确定吴振峰吸毒 检测上的问题 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 县局 戒毒所 一开始都查错了 这太巧了吧 而且吴振峰能进戒毒所 肯定有人帮 他为什么帮他进戒毒所 他是去找人 那你觉得是谁帮了他 或者说 谁能帮他进戒毒所 我们人 现在知道我们 为什么不让你汇报 赵黄林的消息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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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